今天是滚龙的开工仪式 但是全程看到滚龙 没有什么笑容 一直麻起个脸 睡脸色给谁看了 哎呀 哪里这么的笑手 这样吧 那个打开 我给你整一点 先安排一点 不然的话 我估计应该有效 你说一个数吧 今天多少开工仪式 今天杨大爷开心 大家这样给个机密数 88好吧 88发 88.88 88.88 但是我希望这个钱 扫给你以后 88.8888 好吧 都不存在 你看笑了吧 这个时候不能用这个 少按一个小数点的话 他们这个就不能开玩笑啊 好好好 88.88 听到没有 笑一个 感谢杨高 送的 8.88 就于这个开工仪式 2.88 讲几句话 对于这个开工仪式 接下来的工作 开工还算顺利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就是他 睡醒了 拔起来 他就爬了我那个桌子 一爬上去就软了 软了他一出来订 他说滚龙你快出来 我说干嘛 做出饭 坏了就算了 我说 人没事就行了 龙总的意思就是 希望这个施工的阶段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其他的进度啊 这些都是其次的 对吧 我们是要保证安全的 同时抓进度 讲质量 好吧 这个是陈建芳 大家也认识一下 陈建芳 追梦行 今天第一天开工啊 可以 也算是 非常顺利啊 没有什么 非常顺利 就是注意安全 还是那句话 安全第一 安全才是 就是说没有安全 什么都不是 我的观念就是 这个进度这些 我都不吹 好吧 我也知道啊 你像他和他做这个工程啊 最大的难度 是和滚龙接触 知道吧 其实不是工程有多难 难度没有多大难度 主要是和滚龙接触 也要多多体谅他 对对对 好吧 没事 嗯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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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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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